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線性內插法 線性內插法就是說 有一個y的fx 你現在可能知道兩個字 一個是x1 一個是x2 它的值當然帶進去 在這個圖形上 它的圖形是這個方程式 所以在圖形上的點 當然要符合滿足這個 所以把它帶進去x1 帶進去你的y就是fx1 所以你的y1就是fx1 同樣的x2帶進去就是y0就是x2 然後有一個x在這邊 對上來你要求這個值 這個值有時候因為這個盤數 你沒有辦法直接求 沒有辦法直接求的時候 可是你知道這個比例 比如說我講的說是3比5 因為這個都是切直線 所以它都是垂直會成比型 那比型線接的比例線段 在這邊我們把它來畫一條直線 內力越來越強 那你就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焦點 我們要求這個y 沒有辦法求 但是我們可以由這個線性的 去求出這一段的高度 這個叫y1 那我們的y1 其實是跟y是很接近的 那我們沒有辦法求y 我們就利用y1來求 y1來求 y1來求 那y1的求牌要怎麼求呢 那y1一樣把它畫這邊過來 這些都是水平線 那也都會平行 所以平行線接的平線段 如果這是3比5 那這邊也會是3比5 那這個點呢 的高度叫做y1 那我們要求y1 y1要怎麼求呢 y1其實是這樣求比較快的 注意看喔 這裡叫y1 y1就是從y1去加上 加上這一段的長度 這一段 就是跌塔y 跌塔y 好那跌塔y要怎麼求呢 跌塔y其實 就是說 假如說啦 這個是3比5 那這裡就是3比5 那這裡就是3比5 那如果這一段已經知道是10了 這一段的長度是10 那請問這個跌塔y能多少 是不是就是 就是 那佔了5等份佔了3等份 那乘上你這一段長度是10 所以這段長度是多少 6是不是就算出來 那你可以把這個y1再加6 那這個高度就有了 就算出來 就很簡單 好 譬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好 那我再先問一下 剛才這個是10 如果這個 兩個的y1到y2之間的距離 如果是25 那請問這段多少 15 15怎麼算 23就成名對不對 25就好 所以這段的球法其實很好學 那這個當然 一看去給你的 Y1是給你的 是很快的 我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的 6個2 6個2等於多少 0.3010 對不對 6個3呢 0.4771 好 假如說你手上沒有表 那你現在在外面沒有辦法 9 6個 2.4 好 要2.4 2.3 好了 2.3 2.3 那你 大概多少 好 沒有關係 你就想 這個就是x光 這就是x2 這就是2 這就是3 那這個第一個高度是多少 0.3 0.10 第二個高度呢 0.477 對不對 那你這個 x x是2.3 2.3 那請問這個比例 是多少比多少 1比0.3 對不對 1比0.3 那就是 多少比多少 3 3比10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二桃 y等一下 這邊也會佔3比10 是不是這樣 是佔3比10 那請問 你的 y bar y bar 其實在這邊 就是log2.3 大概會成多少 y1加上第二桃 y1 y1等於多少 0.3010 對不對 所以你就寫 那就是 0.3010 這加上 第二桃 y要怎麼算 我說這個比例是多少 10分之3 所以這邊也是10分之3 所以要10分之3 要乘多少 0.477 這段長度 這段長度要怎麼算 這兩個相解 這兩個相解 1看 剪下來多少 0.1761 1761 那就乘以0.1761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等於 反正這個 乘以3嘛 對不對 乘以3 乘以3大概多少 3 8 1 2 4 0.04 2 8 3 對不對 因為它這次0.3 會多一個小數 所以算出來是 0.04283 那加起來 0.02 0.02 是不是 對 2 好 這樣加起來是多少 0.35383 對不對 那再給它425 如果一下到第4位 大概多少 0.3538 是不是很快就求出來 那並不難 懂嗎 你要求這個其實 不會很困難 一下子就算出來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好